本视频录制时间为美东时间3月5日 轻松自在的状态 南华早报的相关报道提到 北京时间3月5日 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 人们关注的不仅是李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还有最高领导人之间互动的任何蛛丝马迹 由于中国政治是不透明的 因此领导人的肢体语言 和他们在这些不多见的公开场合的互动 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说到李强 他本次全国人大会议开幕会上 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做了他的第一个政府工作报告 他看起来是轻松自如 尽管中间出现一个小插曲 李强在读道 中国发展必将长风破浪 后会有期 未来可期时 把未来可期念成了后会有期 但李强立刻反应过来 并且迅速更正 现场画面显示 李强的轻松自如 可能是因为他得到了在场最重要人物的认可 政府报告宣读结束后 李强回到自己的位置坐下 他似乎得到了习近平的认可 两人进行了眼神交流 面带微笑的李强与坐在他身边的习近平 还进一步交换了几句话 接着李强与习近平进行了更长时间的交谈 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致辞时 李强身体前倾 聚精会神 此外 李强还与坐在他另一边的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 进行了简短交流 这里南华早报特意提到 过去几年 李强的前任李克强与习近平 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的互动少之又少 和此番的情况截然不同 在2024年的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 中国总理在宣读完政府报告后习近平鼓掌 那架势比2023年可是卖力多了 不懈奋斗 不懈奋斗 谢谢大家 去年 李克强在工作十年后做了最后一次工作报告 与习近平进行了简短的握手 这位前总理在2023年3月退休后 于同年10月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此外 外交部长王毅也在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时候 接受了习近平的个人问候 这显然是对习近平的另一种认可 在秦刚于2023年7月被无故解除外长职务后 王毅重回原职 上周的一则公告称 秦刚已从全国人大辞职 他自6月以来一直未公开露面 根据星岛日报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刘建超高调访美之后又频频亮相 今年1月 某西方大报引述知情的消息来源报道 刘建超可能在3月的全国两会接替王毅担任外长 两会前夕也有不少媒体称 刘建超如果当选外长 将和新任国防部部长董军在人大会议 晋升为国务委员 不过 全国人大会议议成功部 共7项并无涉及人事任免 也没有其他 翻查资料 1991年的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议成 共有十项 第九项是关于人事任命事项 这次会议决定任命邹家华 朱荣基为国务员副总理 钱启琛为国务委员 换言之 本次人大会议不涉及高层人士 本蓝较早前已经针对刘建超 3月初任外长做出分析 在外事系统之中 无论从履历资历能力 刘建超都是接棒外长的大热人选 但必须指出 担任外长或者国务委员 并不一定要在3月的全国两会 平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就可解决 事实上 前外长秦刚和前国防部部长李尚福的国务委员职务 就是在人大常委会会议免掉的 这次两会聚焦经济等国家发展大计 而且尽量压缩会期 没有必要动静太大进行高层调整 全国人大会议第一场新闻发布会结束后 大会新闻发言人楼勤俭在离场市回答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的相关提问时说 李尚福不能参加本次两会 因为他已经不是人大代表 根据公开资料 李尚福仍是本届全国人大代表 2月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秦刚等11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终止 当中7人遭到罢免 秦刚等4人辞职 并没有涉及李尚福 楼发言人的说法也许有出入 但不管如何 李尚福已经完完 根据南华早报记者的观察 人民大会堂出现了一些空座位 全国人大称有84名代表缺席了开幕式 不知道其中是否包括10月份 被无故免职的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全国人大发言人楼勤俭周一曾表示 李尚福已不再是全国人大委员 在周二的讲话中 总理承认经济面临挑战 但在透露雄心勃勃的5%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时 他是图对经济的未来做出保证 他宣布的措施包括发行价值1万亿元人民币的超长期债券 以弥补资金短缺 并承诺化解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但在今年两会上 媒体将不会再听到李强的声音 楼勤俭周一还宣布 总理的记者会将不会在会议结束时举行 这是30年来的第一次 根据美国之音 坊间对于中国取消总理记者会的一种说法是 李强去年记者会上表现还不错 至少口才比他的伟大领袖习近平强一些 所以今年和今后那是不能让他出来衬托习近平的无能了 有人说 其实是李强怕抢了老大的戏 这才出此下策 回归深归的 当然 也有人说是李强惜命 前任总理李克强在任时 有过十次记者会 每次大约总归要讲一句真话的 包括中国有六亿人口 每人每月收入不超过一千元人民币 这句让国人深深感动的话 还有深一层的说法 说是中国经济状况太差 总理面对媒体没法解释 于是干脆取消记者会 按照这种说法 似乎当局也留下了经济向好的可能 只不过把那列为未来的特殊情况了 此外 立法会议的会期 也只有一周多一点 比疫情前的会期短 疫情前的会期长达两周多 此外 南华早报还提到 媒体仍必须进行新冠核酸测试 安保措施也十分严密 一些外国外交官 称他们未被允许携带手机进入会场 在3月5日当天凌晨 中外记者 清晨四点排队等李强 第十四届人大 二次二会议开幕式 今早九十举行 卡基位大战天没亮就开打 不少媒体凌晨四点就到附近排队 不过由于七时才开放入场 众人一度苦恼 该如何以最快速度抵达人民大会堂 随着四日 总理记者会被取消的消息传出后 李强今年两会上的高光时刻 获取仅为五日上午的政府工作报告发表 这也是媒体大军们争相卡位 只为再近一点点观察李强 针对李强的这份政府工作报告 中国官方媒体梳理出一份极简概括 只有700字 分为三大块 一 2023年工作回顾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2% 粮食产量1.39万亿斤 城镇新增就业1244万人 全年新增税费优惠超过2.2万亿元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超过60% 电动汽车 锂电池 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增长近30% 二 今年主要预期目标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 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 粮食产量1.3万亿斤以上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5%左右 三 今年部分重点工作 财政 赤字率你按3%安排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上年增加1.1万亿元 政府投资 你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9万亿元 中央预算内投资 你安排7000亿元 特别国债 从今年开始你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 未来产业 开辟量子技术 生命科学等新赛道 数字经济 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 消费 鼓励和推动消费品已就换新 提振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 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 住房 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 完善商品房相关基础性制度 就业 要强化促进青年就业政策举措 分类完善灵活就业服务保障措施 乡村振兴 在全国实施三大主粮生产成本和收入保险政策 加强充电桩 冷链物流 既地配送设施建设 城镇化 稳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推动解决老旧小区 加装电梯 停车等难题 教育 开展基础教育 扩优体制行动 推动学前教育 普惠发展 医保 居民医保 人均财政补助 标准提高30元 社会保障 城乡居民 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 提高20元 继续提高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 在全国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 多渠道增加 托育服务供给 开放 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 外资准入 限制措施 放宽电信 医疗等服务业 市场准入 提升外籍人员来华工作 学习 旅游便利度 环保 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 金融 投资 价格政策和相关市场化机制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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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Ciao